看看这嘉义水淹的这么严重 欧老师你好像老家在嘉义 我跟你说啊 刚才菲卢说了 看起来像汪洋一片那条路 到底有多宽呢 就跟我们的敦化南路一样宽 而且那条路就是省道 前面一段在嘉义市叫中校路 通到嘉义县的时候 他就改叫建国路 六线道宽 整个汪洋一片 上头有非常多的学校 几个私立学校 比如说协同中学 协制中学 接着是几个国立大学 连着嘉义大学 他不是他研究场变游泳池吗 接着中正大学 好 最夸张的是 这一天南华大学是 民雄接过去的大林 好 民雄灾情很惨 大林也很惨 南华大学开校18年来 没有遇过这种事 发生什么事 南华大学在一个小的高纲上 可能是7点钟的时候 他们全校要总集合 在南华大学 这个学校的行政道前面 一起搭校车 然后到佛光山去开 全校的校务会议 结果7点钟 有一位前省政府的官员 他也是教授 开到校门口的时候 你说他开私家车 对 要到学校集合了 要去集合 7点整 他忽然开到校门口 要感应期要感应的时候 来不及感应 为什么 忽然熄火了 车熄火 他想说 那我就要感应要过了 那个杂就会往上提 我就过关 就往上坡走了 结果他就再发动一次 再发动一次 发动了 可是两秒钟又熄火了 他还是没过 你的意思说 他熄火原因是因为淹水了吗 没错 所以他车子其实已经进水了 南华大县旁边 有一条小溪流 那个小溪流大概多宽呢 只有3公尺宽 比我们摄影棚还要窄一点 非常小溪流 对 那从来也没淹过水 而且南华公尺 至少在50公尺高的海拔 他有个小高缸上 下面根本是没有 不可能淹水的 可是那天的7点 竟然在门口已经淹水了 好 发动两次熄火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第三次 他正要再发动 他发现不对 为什么 水引到车门边了 等一下 水淹起来了 没错 他立刻当下立断 因为为什么 这个人还经过921了 他才加在921 已经坏过一次了 所以他这时候立刻冲下车 经过30秒后 他的车面顶了 30秒 他的车 短短30秒 在水面下了 短短30秒 这个水从车门 一直到车顶 这时候才7点 清晨7点 你说情况严不严重 而且是这个学校开校 18年以来 第一次 好 那是不是只有南华大学如此呢 不是 在中正大学附近 他们有些老师 就在中正大学附近 例如这个学校的艺术学院院长 结果整台车也泡水了 直接拖走 还有从别的地方来过来的 比如说 前云林县的这个新闻处处长 他从高速公路下来 从这个明雄大林交流道下来 一下交流道立刻熄火 熄了火以后怎么办 因为也是进水了 如果你的车在交流道 砸到 一到砸到口 洗火 你该怎么办 那糟了 你会就停在那吗 没办法 而且下大雨啊 后面可能还有人车过来 是啊 他立刻把鞋袜给脱了 冒了大雨 下车推车 赶紧推到路边 推到路边完以后呢 他足足在车上 坐了六小时 才有脱掉车来救他 什么六小时这么久 好在这六小时 他至少手机还有电 否则连在哪里脱掉他的车 都来不及调 而且你别忘 他做过新闻处的处长 应该很有关系了吧 照样等了六小时整整 好 是不是只有这些灾难呢 不是 我们知道 省到上常常会有很多 什么 什么样的业子 卖中古车的 中古车的 整个中古车 全部都淹了 他车来不及脱走 而且中古车行上面还挂一个 我们绝不卖泡水车 结果全部泡水了 泡水也就算了 到什么严重程度呢 车子竟然浮在水面上 飘走了 水淹这么高 对 车子变船了 车子变浮起来了 飘走了 那怎么办 不是飘一辆两辆 是飘了好几辆 然后打电话叫消防局 消防局也来不及救 怎么办 他们自己自立救援 开农具啊 设法用那种 这个遇到水 不会停掉的那种农具车 农用的耕耘车 没错 要把这个车给救回来 再把它给拉回来 好 这是明雄跟大林 两个地方而已哦 那这个在嘉宜 只有这样的问题吗 不止啊 他还有西口 还有新港 还有铺子 甚至太保 都发生这些问题 那只有嘉宜有这问题吗 不止 隔壁的台南 这样发生了 后币离嘉宜很近吧 后币也淹了 那也是在7点钟就淹了 可是奇怪了 赖清德啊 11点钟的时候啊 才宣布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回事呢 是他完全没有知觉吗 原因是 老的台南市和新的台南市 原来概念不一样 他还停留在老台南市的概念 因为台南市区没淹 过去的老台南市区 就是现在 台南的主要市区 就是所谓第三第四选区 但是现在呢 多了好几倍大了 后币就是以前的台南县 早就7点那淹了 赖清德呢 他可能整个注意力啊 还只停留在老台南市的时候 这时候他才会说 哎呀 应该怪中央 原来啊 台南市长他可能想的台南市 还是那个老台南市 他忘记了 以前的台南蟹 全部病到他的台南市里面了 结果台南 新的台南市 烟光光 旧的台南市 还没事 赖清德 搞不清楚 可是我们看看 昨天呢 康瑞台风造成了这么严重的灾情 另外呢 最近在整个风暴上面 还有一件事情 胖达人面包店的风暴 好像也越烧越烈哦 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告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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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